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人壽功已經落成了 徐文帝就要去看看 坐著農居奉年進去 穿山繞簡 登高四望 只見灌山造電 跨水駕營 層樓履謝遠轉相連 長狼四起輾道中橫 真是積珠疊催 堆金砌銀 金碧交輝光奪日月 那種豪華法真是無可比擬 徐文帝看見都覺得太過份了 他刻起臉 斥責楊素說 啊大膽楊素啊 你這樣揭盡百姓的財力 為我雕色離宮 這即是使得我結怨於天下 啊 當堂嚇到楊素周身打震我心想 死了這堂 拍馬屁就拍錯了地方 怎知道獨孤皇后 見了非常喜歡這座宮殿 第二天 徐文帝和獨孤皇后在仁壽宮大寶殿召見楊素 皇后就滿心歡喜地說 愛卿知道我們夫妻年老 沒有一個好地方來散下心 把仁壽宮收拾得如此富麗堂皇 真是忠心耿耿 萬歲 你說是不是呀 咦 你看看這個老皇上 昨天那套戲沒有了 小奇奇地說 皇后你說得對到極 對到極 皇帝實在是朕的忠臣 從此之後 徐文帝楊堅更加信任楊素 與文化及一幫寧臣 開皇二十年之後 改元仁壽 經常嫁行仁壽宮 在遊玩取樂 料理正事就認真不及以前了 今天我們回頭來 再說說做了東宮太子的楊廣 他現在真是知得意滿 又見到父皇對政事漸漸地荒疏 自己的黨羽已經佈滿朝廷 露出原來的面目了 而且漸漸窗狂起來 他本來 偷偷養了很多機妾 還事上做了那些尋花問柳 蝕辱偷香的事 不過是騙著父皇母后就是了 仁壽二年八月 有一天 楊廣的親妹琴花公主 正在御花園帶著公娥在那裡上花 楊廣喝醉紛紛 屁下屁下入到御花園 看到琴花公主 在百花叢中顯得格外美麗 一時任心帶起 走過去對妹妹說了很多下流的言語 調戲她 琴花公主看到那親哥哥對自己這樣侮辱 受愧男人就生氣上來 中了她八寶流離井 楊廣怕了 狼狽逃走 那些公娥即刻叫太監 罵起公主上來 我連這位如花刺激的公主 就已經氣斷身亡 那些公娥就嚇得傻了 非快將這件事 稟布獨污皇后 皇后聽說自己最深愛的拉女死了 真是哭到死去活來 她就問那些公娥 公主為甚麼事跳井死的 那些公娥當然不敢說了 是不是 太子在這樣侮辱自己的親妹 怎麼敢說呢 皇后發火了 叫人來 要夾生打死公娥 那些公娥不敢隱瞞了 才提心吊膽的實情說出來 皇后一聽 當堂疾了 很久很久不懂說話 因為她平時 在徐文帝面前總是誇讚楊廣 怎麽忠厚孝順 又怎麽樣 結身自愛 不近女色 極力主張廢長納幼 這樣 使得皇上廢了楊勇 改立楊廣做東宮太子 現在才發現 原來這個五逆楊廣 是人前一個樣 人後又一個樣 今天竟然做出這種喪盡人性的禽獸行為 你自己怎麽跟皇上說好呢 那不就自己刮自己 自己打自己的嘴 你說這樣的欺君禍國大罪 自己又怎麽擔戴得起呢 獨孤皇后秉勝剛強 從來沒有向我丈夫認過錯 他越想著這個親生子做出這種事情 越覺得無面子見丈夫 一狠心 拿出三隻金戒指 一口就吞下肚 含羞帶粉就死了 後宮出了這麽大的事 當然很快就有人稟布給徐文帝知道 不過呢 就不是按實情品報 只是說琴花公主 在御花園撲蝴蝶玩 一下子不隨意 跌到她八寶流離井 撈上來已經死了 獨孤皇后見女兒死了 心很難過 一時想不開 亦吞金自盡 嘿嘿 你這麽說話不用問了 全部都是楊廣 使人家生安伯做的 聶造出來的 徐文帝楊堅一聽聞兇信 心如刀割 徐空遁足 哭了一整天 人死不能復生了 又有什麽辦法呢 他信了楊廣他們的說話 對這件事 亦沒有再深究細茶 就全紙將皇后和公主聖臉起禮 紮個吉日 按皇后公主的禮儀 撞進去泰嶺 獨孤皇后死了之後 徐文帝楊堅在後宮選了兩名絕色的美女 封了他們兩個做貴人 一個是男陳後主 陳叔寶的妹陳美娘 真是生得花容月貌 聰明透頂 又兼之在感受從中成長的 更加是趕不進 那麼風流 另外一位 姓蔡 叫蔡玉珠 也是知容遠麗 媚太萬千 楊堅對這兩個女子 早就十分喜歡 但是獨孤孤皇后在山的時候 對她管束極嚴 很惡 所以她就不敢放肆 現在皇后死了 就無所顧忌了 立刻就把這兩個絕代佳人 安置在翠薇宮 楊堅有這兩個美女陪伴 十分之得意 時時對她說 朕老而樂 有了兩位外兄 朕的晚年 就安樂了 從此之後 她時尚脆微宮響落 朝中的事務 就交給楊廣辦理 話說到了仁壽四年 徐文帝得病的病得很交關 楊廣經常來到宮中探病請安 見到孫華夫人陳美良這麼漂亮 很喜歡 有一天 趁著陳夫人更衣的時候 楊廣壽勝大法地出力抱著陳夫人 想強行非禮 正在這個時候 太監門外大聲喊皇上宣召陳夫人 楊廣無法子 唯有放手 陳夫人脫身之後 神色驚慌地趕回大寶殿 在屏風外面 定一定神 整理一下衣服 才轉過屏風走到御塔之前 楊健躲在御塔上面 正在等陳夫人和他衛藥 他睜開眼一看 只見陳夫人 笨鬆發亂 神色驚慌 就問他了 你為什麼這麼驚慌啊 陳夫人吱吱吱一時都不知道怎樣對答才好 楊健更加私疑了 他生氣了 他說 到底 到底出了什麼事 你說 說 如果不說 我 我 陳夫人連忙跪下 牙齒打掛 說 太子無禮 楊健聽這句說話 哎呀 整個軟了 很久很久說不出說話 他想起獨孤皇后當初誇讚楊廣這個好那個好 勸他肺掌立憂 事到如今 才知道自己上了個大黨 不禁仰天長壇 啊 哎呀 獨孤 吳吳吳 獨孤吳吳 吳吳 吳吳吳 吳吳 這個畜生 怎麼能夠 託父大士 陈夫人立刻上前圈 声上龙体欠安 不要再生气了 这个畜生 做出这种 这样的事 我怎么能够 说不生气 人类 人类 快点酸柳树 从圆岩科处来见证 柳尚书和袁侍郎 正在宫内相议事情 忽然听到 太监传出圣旨 就连望来到大宝殿 朝见皇上 徐文帝见到他们两个 就叫他们两个写诏书 他说 快点 召太子来 他们两个人就说 刚才见到太子就在宫内 让我们传逾太子进来 说完转身就要走 回来 徐文帝叫他们 我是说 照太子洋勇 不是 不是洋光 扭书和袁侍郎 扭书和袁岩一听 你看我 我看你 皇上很多年不见洋勇 今天干什么事 嗯 实在出了大事顶了 也不敢再问 马上走到外面去写召书 现在再说回杨广 他做了一件这样的 欺负陈夫人的丑事 被父亲知道就肯不得了 连忙派自己的亲信 是从张恒 去到大宝殿外面探听虚实 张恒就在全子的太监口内 知道文帝就宣召柳術和袁岩 火速进建 就趕快回来 把这个消息报给杨广知 杨广心想 父皇不宣召杨素 反而宣召柳術和袁岩 看来是什么家伙 幸好丞相与民化及 昨天来到仁秀公和皇上请安 还没能回到长安 就派人召他来密室商量 语文化及来到 一听见事情经过是这样 他就跟杨广说 柳術取了兰宁公主 既是当朝驸马 又是兵部尚书 兵权在握 在朝上威望很高 和太子你不是一条心 他断不肯为你出力 一旦圣上向他密宿基义 大局有变 就怕一发不可收拾 正在商量着 只见月皇杨素 方方张张走入来 气喘喘的 太子 太子 大事不好 刚才柳術 袁衙奉了圣上的旨意 写诏书 照样勇俊建 就被我碰到 现在柳術 已经出了仁秀公大门 去长安 语文化及就说了 事在紧急 现在不是太子就是圣上 请太子你当机立断 杨广听了 拍声一拍张台 他说 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来个先下守卫强 今天叫张恒买例 在耳边和他扔了几句 张恒整个窄了 杨广就说了 事成之后 别有后报 我派几个得力的人跟你去 事不宜迟快点去 张恒接受了命令就去了 杨广就说 现在请太子传一道旨意 派人飞马追赶柳述 追倒他 就说 他亲性相病危 妄图假存姓子 勇立废太子杨广 就用这条罪名 立即将他捉拿入狱 送给大理子问罪 人受功这算 同时动手 先不先 派太子你的亲兵 将原来的宫廷守卫 全部换下来 守住各处宫门路口 不准出入 严防走漏消息 宇文化及又说了 现在杨广还在长安 难住中望 如果不剷除了他 我们是人寿公辱守 潮上一些老臣 或许就会将他抬出来 跟我们交谅了 我看 就由我带人去追捕柳述 在他身上 不是带着皇上召见杨勇的召书的吗 捉住柳述 抄出一封召书 然后我就带一封召书 回去京师去召杨勇 就说圣上很想念他 召他来人寿公相见 有召书在那儿 他不会不来的 将他哄到人家的树 就请太子你发落了 杨广说 两位外兄的计划很好 但愿上天助我成功 我们就依计行事 几个人商量定了 杨广和杨素就去更换宫廷的护卫 与文化及就去追捕柳述 这些就不说他 现在先说说张恒 他带领着二十多名太子的亲信侍从 闖入大宝殿 将殿内侍受皇上的太监公娥 都叫齐来就对他们说 东宫有子 体念你们大家 服侍皇上终日新劳 特意派我们来接替你们 你们去休息吧 那些公娥太监 恨得没有休息一下 一听张恒这么说 就散了 剩下陈夫人 蔡夫人站在屏风前面 他怕有什么不测 就不肯离开 张恒上前说 有我在这里就行了 请两位夫人 也回避一下 陈夫人在这个势头 知道事情不妙 他就说了 就怕圣上宣换我们 张恒也不理他 张恒也不理他 张上眼一招 就对侍从说 送两位夫人出殿 陈赛两位夫人 都是懦弱女子 被张恒这样一逼 又说惊动圣上 唯有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大宝殿 当时徐文帝正在屏风后面的玉塔 纷纷沉沉地睡着 张恒也见到陈赛两位夫人走了 一转身 走进屏风后面 一会儿 一股鲜血噴到屏风上面 静了 再过一会儿 张恒慢慢地屏风后面转出来 就走出了大宝殿 今天说的是陈赛两位夫人 被张恒逼着离开之后 放心不下 派些公俄在门口打听消息 张恒出来见到公女就说了 快点告诉两位夫人 原来圣上已经归天了 先头还在这守着都不知道 还不快也要报给太子知道 唉 可贪徐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 开创了这么大的基业 到了晚年 竟然如此惨死 忽负爱在 害死了徐文帝之后 张恒立即回到品报杨广和杨素 东宫卫士早就把仁壽宫严密封锁 长安城内还未知这个凶信 这个时候 语文帝已经拒捕了杨素 带着他快马赶到京城 交给大理智酬金 然后就拿着柳素身上带着赵建杨勇的赵书去见杨勇 杨勇就信以为真了 马上就跟着他跟着羽文帝及骑马赶到仁壽宫 在仁壽宫的一间偏典里 杨广队就放了一位极之丰盛的酒席 等杨勇来的了 杨勇一到 杨广出到宫殿大门迎接 一直陪他走进編殿 请他上座 杨勇一看这样的排场 我心想 我这个弟弟 欺瞒父皇母后 谋了我的东宫之位 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从来没对我有这么亲烈过的 今天他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呢 于是杨勇就问了 听说父皇病危 照我晋建 皇帝你又切宴招待我 究竟什么意思 杨广笑着说 王兄我要恭喜你 杨勇就说 父皇病中 我身为长子 不能够在床前事后 真是不声悲痛 我是何喜之右呢 床长你有所不知 父皇在病危的时候 发梦见到神灵 说他听 废立之事 委屈了床长 所以就受到上天的谴责 现在父皇翻言醒悟 要恢复床长你的东宫之位 这才十万火急 照兄长你来相见 杨勇半信半疑地问 皇帝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杨广就说 我如果有半句虚言 天诛地灭 杨勇听到杨广起这么重的誓 皇帝有些信 他就说 皇帝你过于严重了 杨广就说 父皇的龙体危在单脊 兄长很快就要登基继位了 到那时候 希望兄长原谅小弟以往的过失 小弟要弃救逃生 忠心扶持兄长 皇帝 你这么说 你和我都是一无所生的同胞兄弟 我继位之后 处处都要仰仗你的辅助 好 那请兄长你喝这杯酒 小弟的忠心赤城 尽在杯中 杨勇捧起酒杯 他说 但愿我们兄弟两人 同心同德 保国安民 仓天在上 我杨勇如果有父烈祖烈宗 将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 将一杯酒一饮而尽 嘿 帝家伙了 杨勇发梦都没想到 他喝这杯酒里面 是落了毒药的 是一杯浸酒 过了一会儿 毒性发作 杨勇的肚子 好像刀割 白痘 那么大汗 他说 杨广 你 你让我喝的是 是 是什么酒 嘿嘿 我让你喝的是 贵天酒 好狠毒的 责 责人 杨勇痛到地上 搂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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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搂 父王 救命啊 七竅流血气絕身亡 杨广见到杨勇已经死了 吩咐人快快收尸 就在花园里面将他埋葬了事 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杨广就害死了父王和王兄 张行又来品报 说样样事情都搞妥当了 先王用过的余撻 屏风 已经焚围 大宝殿内也已经灑素干净 该遮掩都遮掩好了 阳广听了 马上换了桑缝 直奔大宝殿痛哭先王 他一路走一路哭 在大宝殿跪在父王的棺材前面 就哭得暈了 那是不是真的暈呢 就是他自己才知道 那太监就将杨广扶出殿 去偏殿休息 杨广就立刻派人 召宇文花笠和杨幟来 商量如何登基继位 宇文花笠说 先王未发丧 杨勇又暴死 恐怕朝上的老臣不服 我看登基的时候 要叫皇宫大臣 书草召才得 所谓书草召 指的是在召书上签名 表示同意的意思 杨广说 城上所说的很对 朝中不可一日无君 登基的事 二早不宜迟 明天正是吉日 可以定在五时 就在长安举行登基大典 请全子 立即在文帝棺材旁边举哀发丧 并且命令人寿工内的朝臣 回去敬思 杨广说 杨广说 都知道是太子杨广拆动的事变 吓得他周身打阵 坐立不安 孙华夫人 陈美良就更害怕了 是因为自己将太子 无礼的事 稳报给皇上知的嘛 太子怎么会不报复呢 眼看着大祸临头 更加放到他的脚又软 面又白 到了晚饭时候 陈夫人还哪里吃得下饭 正在寅宫里哭仙皇 忽然间 见到一个小太监 捧着一个金盒走进来 对陈夫人说 东宫千岁 赐给夫人一件礼物 放在盒里请夫人开盒 陈夫人接过金盒一看 外面贴着皇子封条 封条上面 还有太子杨广 亲不写的封字 一时之间不禁心惊胆战 就问个小太监话 莫非 太子刺我死 里面装着的是毒药 是吗 小太监话 奴才不知道 夫人开盒就知道 陈夫人更加害怕 两只手一尾 这么震 总是不敢开盒 公娥看到这种情境 个个都害怕 流眼泪 小太监就吹嘱他说 请夫人开盒 奴才也好回去回复千岁 陈夫人一狠心 皇上已经归天 太子怀恨在心 太子怀恨在心 哈哈 原来是一个用五彩绸段 扎成的童心结 那些公娥一看 都笑了 大家上前说 恭喜夫人 你这次是转祸为福 陈夫人想 原来是太子不忘旧情 还是喜欢自己 才赠送这个童心结 但是心 很不安乐 他亦不借恩 就把金盒放在桌上 一转身 自己坐在床上 很久很久不出声 小太监又过来吹嘱了 公娥又来劝了 公娥说 夫人 你快点收掉他 如果不是 千岁爷一生气起来 不但夫人你难途杀身之和 我们都不得了 陈夫人没办法 唯有忍累含羞 对着金盒拜了几拜 然后拿出童心结 小太监就捧着空盒 回去向太子阳广复命 当晚 太子阳广果然来到 陈夫人的寻宫 陈夫人含着眼泪 跪下接驾 阳广 就在宫内 却宿 阳广就如愿以上 将陈夫人搞到手 那位蔡夫人 当然也走不掉她的手板 陈夫人就陪着分军阳广 过了年纪 就死了 这些我们就不说她 各位 先头说的这些随朝的宫廷事变 就是那天早上老太监张仓 静静地说给昌平王优瑞听 这些事情张仓又怎知道这么清楚呢 各位 鸡春这么密布出仔了 是不是呢 虽然阳素严密封锁消息 但是东宫那些太监还是传出来的 一传十传百 风吹都没那么快 很多皇宫大臣内侍近伟都知道了 张仓是宫外四师八处的刀总管 当然知道得更多就更清楚了 那话说优瑞听完了张仓的说话 悲痛到他随空顿足 哭了一会儿 那他才流着眼泪说 想不到 万岁爷落得这样的下场 张仓说 王爷 这些事我就说了给你听 你就当初不知道就算了 今天午时太子就要登基 这个分军 你看能够补的你就补 不补得 你这么大年纪了 将王府的大门一关 养一下老好过了 邮帅说 是 是 我听你说 我回去 后会有期 那么昌平王邮帅就出了朝房 上脚回府了 话算这一日 杨广在金联宝殿登上皇帝宝座 接受百官朝拜 朝拜完了 正准备散朝的时候 只听见丹词下面 一声大喊 太 分军 你米山朝 劳夫 来啊 杨广看 哎呀 不禁紧皱眉头 来的是谁 原来是客客有名的宗孝王五建章 只见这位宗孝王年过七十 银酥白发 头戴麻官 身穿重校 手执哭桑 魂身打震 宗下宗下 哭着行上金殿 宗孝王五建章 但是九老兴除的九老之一 这九位老人家 都是徐朝的开国元分 就是说当初没有这九个人辅助 杨广就难以建立徐朝的基业 所以现在杨广看到中校王五建章 披麻大校闯上来金联宝殿 知道这趟有得煞气了 他想 朝上很多老臣子对我今天登基 本来是心怀不满 五建章老王爷是先皇的众臣 今天如果他出面带头一吵一吵 将他们挑动起来 就毙毙没那么毙 看来对他 我不能够强硬押他 不管他发多大火 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好 我先忍住一下 搞定他了 有什么事散潮再说 杨广这一吵架 杨广这一吵架一吵架来的族 那一吵架 中夏王五建章已经来到金殿 看到杨广乎不担 就是对西北方向的人寿宫那边 咰声跪低 额头碰地 拜了好几百就放声痛哭 仙王啊 仙王 你死得冤屈啊 杨广说一听 当着满朝文武 说仙王死得冤屈 这么骄傲 他扎的衣服听不见 守扶龙岸满面陪笑 就这样对吴建章说 老王爷 我父皇久病归天 乃人生常分 老王爷也不必过于悲痛 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 今天 朕登基继位是个大喜日子 我看你还是除了孝福 换过吉宝 我们一起来庆贺吧 宗校王吴建章收了声不哭 他转过身来 上下地打量杨广 他说 你是谁 在这儿对老夫 吴三吴四 杨广心想 哎呀 连我这个皇上 你都不懂 杨广说 朕不乃是当今万岁 大叶天子 除阳帝阳广 吴建章站起身 震腾腾地走前几步 用一条哭桑棒指着阳广说 老夫震腾腾出 看不见什么当今万岁 只看见一个杜广害民的乱神策子 儀觀禽獸 楊王的聽客豈有此理 這個老坑出口傷人 撞火了 啪聲站起來 他就想下令將五件章推出去斬首 跟著一想 不斬得不斬得 我第一天登基 就諸陸老臣 我這個皇上 還想做不想做 想到你說他轉怒為燒 他就坐下 老皇爺 請你暫色雷霆之怒 你和先皇情同手足 朕如果有什麼行為不檢之處 還望你當面賜教 楊廣的心是怎麼想的呢 他想 你不是想罵嗎 我就被你罵到狗 等你罵完了 我要你拿出證據來 我在仁壽宮所做的事情 早就嚴密封鎖 消中滅跡 我讓你也續不到什麼把柄 就算有些太監功女之情 他們也絕不敢判死出來作證 你如果拿不出證據 我就打你一個欲罵天子欺君妄上之罪 先將你壓入天牢 然後開刀問斬 到那時候 你那些老臣子就沒說好說了吧 楊廣有楊廣去想 五劍章冷笑幾聲 呵呵呵呵 你這個小昏君 開講有話 若要人不知 除非 其莫為 你既然做了壞事 又不要以為人家不知道 今天 老夫當著滿朝民武百官 數一數你的罪惡 前年 你在玉花園調戲陳妹 害到瓊花公主 和皇后致盡的事 宮廷上下 盡人皆知 這些 我也不說 就講昨天在仁壽宮發生的事情 我有三件事 不明不白 要來問你 你如果回答得好 我就當面書草召 保你運坐龍亭 你如果回答不出 你就趁早脫下龍舖 換上校服 跪在先皇的寧前 請 罪得你 楊廣說 瓊花公主的事 是有人哭害我而已 請老王爺 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昨天仁壽宮有什麼事情 你不明白 你儘管說 中下王用哭桑棒 對著西北方點了點 他問楊廣說 昨天在仁壽宮 萬歲爺 真是因為狗病不治而歸天 是嗎 難道還有什麼假的呢 我父皇昨天已經病入高方 人事不知 那為什麼昨天凌晨 你的親隨行入萬歲的寢殿 無境內 他聽見萬歲一聲慘叫 去展平峰 你不是派人士夫 又是什麼所謂 楊廣聽嚇了驚 這個老客怎麼這麼清楚的呢 只要強作鎮靜地說 這些純屬謠言 老王爺你不要輕信 中下王說 哼 師父的大罪 讓你是不敢承認的了 我再問你第二件事 昨天 你派人非馬進京 趙廢太子楊勇 火速來到仁壽宮 在酒席延前 談了沒有幾句 他就七竅出血 死予非命 你這些不是毒死兄長 又是什麼 你們更加無稽之談 昨天是我父皇 急召楊勇來見面 現在有父皇的召書在 楊勇入宮之後 因為傷感過渡 突發暴病而死 這些與我無關 這與我無關 照你說 這又是無稽之談 我再問你第三件事 我再問你第三件事 昨天你親住萬歲病危 喬氣孫華夫人 喬氣孫華夫人 你快點在龍台寶座 爬下來向仙王借罪 忠孝王五建章問完三件事 又對著仁壽宮方向跪低叩頭 放聲痛哭仙王 只見楊廣坐在那裡 臉都黑了 有一拍龍岸 用手指著五建章說 哼 膽大五建章 朕念你是先王救臣 在百官面前讓你三分 怎知你以老賣老 不惜時務 竟然膽敢在朕登基大典之上 披麻大孝 搖順鼓舌 無中生有 欲罵孤王 先頭你所說的三件事 既然說見見都是實情 那你要當著百官面前拿出真憑實據 如果不是 呵呵 別看你又開國功臣 朕亦要你脫下校服 換上囚衣 治你的滅門之罪 聽楊廣這樣一說 在下面那些中梁正直的文官武將 都替忠孝王擔心 雖然他們相信老王爺所說的都是實情 那三件事大家都多少有些耳聞 但這些都是楊廣做落的 不見得人的無陰功的事例 那又哪去找真憑實據 才行 不過鍾夏皇五建章面無巨色 仰天大笑他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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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忠神不怕死 怕死不忠神 你要問證據嘛 我是見見都有 百官聽聽 大家靜光了 楊廣說 既然有證據 那你說 你說我師父的證據何在啊? 他心想,要找物證、血厭的御撻和屏風 張行祖就已經焚毀了 至於人證? 只要你說出是誰洩露機密的 都未等他上朝作證,我就可以先派人把他殺了 我看你怎樣 誰知道誤見章從容不迫回答 你師父的證據 就在先王萬歲的身上 先王昨日,剛剛眼駕歸天 還未舉行殯葬大禮 龍體還停放在仁壽宮大寶殿棺材之內 我們可以和百官一齊去仁壽宮 不知不知不知? 那? 那? 楊壽,我再問你 你既然說楊勇報病而死 那屍體賣在哪裡呢? 就在仁壽宮花園裡 那好,我們一起開棺查驗 那 吳建章这几句话 将杨广问到脏口结舌 他哪说这么开观验尸 验不是串锅 他想拆开不说 他就问 吳建章 你胡说我耶稣孙华夫人寻宫之内 你有什么证据 这件事 你立刻传指宣孙华夫人上殿 当着文武百官 一问就知 杨广一想 孙华夫人当时含羞忍欲屈从于我 一来到金殿 一下羞愧难当 一头撞死了 这么得了 然后只听见吳建章又追问一句 杨广 你如果是没有欺君乱伦之意 那你现在又想将孙华夫人 指于何地 杨广的心怒 我刚刚想立孙华夫人为妃 就被你估中了 你这个老爷真厉害 中校王三问杨广 杨广要他拿出证据 哈哈 不但没有违难到他 反而被他弄回转头 杨广十分狡诈 他眉头一皱又继上心头 他大声地说 好一个五见章 你是金殿胡言乱语 欲骂孤王 朕问你有何凭据 你竟然要逼朕将父亲的遗体暴露 开棺查验 要孙华夫人上殿羞辱 朕督行礼教 怎会做出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敌的事呢 真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各位 杨广又想起来杀五见章了 究竟五见章生死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徐阳帝阳广 叫他中校王五见章的义政慈严 不但整他不了 反而被他讲到自己厚雅 他用另一条搞计 命令丞相宇文化合 在甘殿宣读先皇遗诏 只见皇门官捧出一个锦盒 宇文化合 在盒里拿出一份诏书 对着文武百官宣读 这份诏书 宇文化合他们炮制出来的 当然是假东西 内容无非是说杨勇怎样坏 也应该去废出 杨广又怎样好 也应该去计位等等 读完诏书 杨广就有说话说了 五见章 现在有先皇遗诏书 你所做的谣言不公自破 你还有什么好说呢 五见章说了 如果真的有先皇遗诏书 请给老臣看下 自当服罪 杨广对皇门官说 让他看吧 皇门官递过诏书 五见章摺在手里 仔细看 看完 将诏书还给皇门官 他高声地说 哈哈 原来是一份假照书 你刚才说 昨日先皇病重 已经是人事不知 为什么又能够写下遗诏呢 遗诏里面 既然说和杨广是割断父子之情 为什么昨日凌晨 先皇又亲处诏书 急召杨广相见 杨广呀杨广 你前言不答后语 破产百出 你瞒得过帝人 难道你还瞒得过老夫我吗 老王爷五见章生怒得七啸生烟 霜眉倒树意目愿憎 高举之哭桑棒 一边行前 一边高声大叫 今天我要将你这个纷纷 拉落龙台 帮仙皇 管教下你这个粗鱼生 杨广又丑又生气 惊得周身都打阵面红面白 他说了 仲伟外兄 仲伟外兄 你们还不快点拦住这个反责 当时有一帮民武官员 急忙涌到龙岸前面 拉住忠孝王 各位 刚才忠孝王痛骂杨广 语文化及站在旁边一直没出声 他最能看风使你 知道今天杨广登基 很多老臣不服 要看风采再说 现在看到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不能够不说话 于是他上前对忠孝王说 刚才曼瑞已经跟你说过了 今天他理应登基继位 你刚才所列的条条罪款 迅速是只虚乌有 不知道你在哪些人那里听回来的呢 我要查出造谣之人 追究他们 误件中一件是语文化及走来插嘴 更生气了 他说 语文化及 阳广所作所为 这么多坏事 都由你居中谋划 我打你这个奸臣 说完 误件章举起哭桑棒 对着语文化及的头壳就拨过去 语文化及立刻一闪 稍微慢了一些 哭桑棒打到他页头上 当堂流蚊饭 沙摩打歪了 一支武刺也掉下跌在地上 几个官员上前拦着五件章 劝他不要发火了 停手了 语文化及趁机跪在地上 对着阳广哭着说 万岁啊 快点同神作主啊 阳广见到丞相被五件章 一哭桑棒打成这么狼狈 他就说 语文丞相 今天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受到这样的屈辱 语文化及说 哎呀 微臣受屈辱的事小 万岁你皇位是大 神有说话要稳咒 杨广说 你说 语文化及说 据微臣的愚见 朝上的老臣之中 如果多几个像中校王 敢来对待主上你的 恐怕主上的江山就坐不稳了 拦车要拦头一架 请万岁三思 语文化及这几句说话 很厉害 也很怒骨 他告诉阳广听 如果他不对中校王治罪 那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 杨广当然明白语文化及的意思 他一拍龙案说 人类 误健将辱骂孤王 绑起他 误健将听 当堂暴跳雨泪 我看你谁敢来绑我 那些金殿武士 看到中校王义政慈严 正气蔭然 都不敢上去绑他 但是不去 又不敢扩子 所以那些武士上前三步 又退后两步 再走半步 嘴上一面叫着绑 绑 绑他 绑他 就是走不到中校王的身边 误健将 吓吓大笑 捧起银梳 他说 分君阳广 你来看 我发尺三冬雪 骚笨狗臭伤 老夫今年七十又三 难道还有七十三年命吗 开广说 杀身已成人 蛇生已取义 老夫一死又又何惧灾 阳广 你真是敢杀我吗 杨广说 你欲骂孤王 犯了欺君大罪 我就敢杀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纷纷阳广 你敢杀我 那你就江山 就算坐坏了 说完 丢了哭桑棒 雙手在后面一背 来来来来 你们绑 那晚武士见到伍建章伏绑 那才勉强上前把他绑住 绑住 绑住之后 伍建章一尾这么骂 杨广大喝的声 人类 就伍建章就在金殿之上 敲牙割舌 看他还怎样骂 伍建章面无巨色 仰清大笑 这几名金殿武士 没胆动手了 怎么忍心啊 敲牙割舌 杨广见过几个武士 居然扛子不肯行刑 柏安大道就叫张恒来 张恒因为杀死徐文帝有功 已经被封为礼部尚书了 他连王上前跪下 杨广叫他派兵 捉起那几个武士先 然后立即将伍建章 敲牙割舌 张恒领了旨 张手一挥 立即有十几名东宫卫士 快步走上金阶 将那几个金殿武士 好像扎蟹那样扎起来 扎起来 压了下去 接着 张恒带领杨广的心腹卫士 将伍建章扎在地上来 用铜锤打掉他的牙 又拿个铁钩 将伍建章那条铃钩出来 用刀割断 哎呀 那种惨状 真是令人目不忍睹 伍建章整嘴都是血 但他依然哒哒声地在骂 杨广传子将伍建章押出金殿 接着又说 宇民城都何在 镇殿将军宇民城都连忙上前跪下 说 臣在 朕命你立刻去查抄五件章满门家眷 不得有五 零一指 宇民城都起身去了 宇民城都回到衙门 为什么五百兵丁 就去抄五件章的满门 他临行的时候 宇民城都吩咐手下的篇章说 离开中校王府远远 你们就要一起纳喊 纳喊的声音越大越好 王府里面如果有人逃走的 你们不必难了 走得的有得他们走 不断意逐几个人 回去交差宣诉 各位 宇民城都虽然是宇民化合的亲生子 只要他品德和他父亲 就完全不一样 没错 他也是死心撻地地拥戴杨广 但是他对朝廷上的是非曲直 都还能够看得清楚 刚才五件章痛骂杨广的说话 他听过都很震动 又见到老王爷 受这样的敲牙割赤毒刑 那心非常难过 不过他就想 那你闹就有什么用呢 结果就惹来满门抄斩就大祸了 现在皇上命令我到宗孝王府抄家 那我尽量逐少那些人 这样也能够死少那些无辜的人 他吩咐了部下之后就率领人马直奔中校王府 都还没能到行后 那兵领就遵照命令大声南喊 竹牙五件章满门家冠啊 不要让他们跑掉了 喊喊喊喊喊了很久 也不见王府里面有一个人走出来 那进行吧 进行又大喊一轮 还是不见有人走 为什么呢 阳门城都跟你兵都很奇怪 当来到王府门口 阳门城都向王府里面一看 当时眼都定了 什么事呢 原来在王府的门官厅里面 摆着桌子 有两个人正在逐旗 周围还有很多人围着看 好像根本没有听见 鲜头冰丁的吶喊声 也很少你门口来了多少人马 要抄中校王的家伙 阳门城都在马上大声地说 是 你们这些人 有没有听见叫喊声啊 那门口这帮人才抬起头来 看一看门口外面 逐旗的那个人就说 刚才我饿吵马 臭居将他军 杀得难分难解 我听不见什么叫喊声啊 刚才你们叫什么 麻烦你们说给我们听一下 那帮兵的真是趋仗了 先来我们喊到喉咙都拆了 你一句都没听见了 是不是咋喊 宇文成都说了 我是镇殿将军宇文成都 奉旨前来抄拿五件章满门家军 那这位俗棋的人又说 哦 大概是我们王爷披麻大校上殿 犯了满门抄斩的罪 另外那个俗棋的人就说 好了 既然忠孝王犯了死罪 来啦来啦 绑我吧 我是忠孝王府的大管家 那那个俗棋就说 我是忠孝王府的二管家 绑我就是对了 又有人说 绑我吧 我是王府的后祸 我是在王府书房送查送信的 快点绑我吧 绑我吧 大家都说 王爷在生为国效力 死了是为国捐躯 我们在生是事后王爷 死了亦都要事后王爷 宇文成都一听 哇 这些家人 个个都像忠孝王那样的脾气 他说 我不绑你们了 我放你们走 你们快点屠杀 大家就说 我们不走 我们要走 早就走了 我们大家情愿和忠孝王一起死 咦 各位 什么事 是这样的 忠孝王五建章 因为年纪老 就不是经常上朝 这一天正在书房看书 宫里面四师八处都总管张仓 就匆匆忙忙来到求见 张仓见到忠孝王 就将杨广谋为散拳 喜梅欺凉是父 朕卿种种的罪行 以及杨广今天五时 就要登基的事情 就说了给忠孝王听 后来张仓说了 平日我敬重你老王爷 今天才将这些事来说你听 我孤身一个人 亦不回宫了 我就要远走高飞 现在是来和你告辞的老王爷 宗亚王听了张仓的说话 很久很久没出声 后来他才慢慢说 我知道了 你去吧公公 多多保重啊 送走张仓之后 忠孝王五件将请夫人出来 同时将王府里面 所有人都叫齐来 那么大厅走廊都站满人了 五件将就将杨广这么多条大罪 说给大家听 然后他说 我要伸穿重考去金殿 痛哭先皇 痛骂杨广 我激怒了杨广 我和全家大小都有杀身之和 你们大家跟随我这么多年 我不能够连累你们 现在我把家里的银库打开 你们大家随便的 然后你们大家就各自逃生了 那些家人就说了 老王爷你为国眷居 以众如山啊 我们怎样忍心离开你老人家 又怎样忍心拿你的财物呢 我们不走啊 我们不走啊 我们情愿和老王爷你死在一起啊 五件将说了 你们这样就错了 错了 你们不能够跟随我白白送死 我痛骂昏君之后 他必定要来抄家 所以你们一定要拿这些银走 如果不拿 那豈不是白白便宜了那个昏君 五件将再生地劝说 才有一部分家人 拿了银两哭哭啼啼离开王府 还有很多家人 宁愿死也不肯走 那五件将也没有法子 唯有任由他们 五件将穿起校服 拿着哭桑棒 去金联宝殿痛骂阳广 这些先头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说说羽民成都 他见忠孝王府的人都不愿意逃走 我心想 哼 我现在和你们望开一面 你们又不惜抬举 真是咳嗽 就吩咐冰丁 绑 入到王府见一个 绑一个 兵丁马上动手 将中校王府前前后都搜查过 见人就捉 然后将王府的大门锁到实 确实贴上封条 留下二十名兵丁看守 这次在王府捉到的人 总共一百三十五人 羽民成都就稳咒阳广 阳广就落到圣旨 三日之后将中校王五建章满门斩首 由羽民成都监斩 长安城内 铁满了中校王五建章满门抄斩的报告 到了开斩这一日 羽民成都全身披挂 骑着马 带着五百名兵丁和煨子手 压着囚车出了西门直奔刑场而去 第一架囚车压着中校王五建章 第二架车就压着夫人 来到刑场 兵丁将人反压到刑场中间 刑场周围 又兵丁严密地团团围团 羽民成都就在监斩台的公案后就坐 现在就等行刑的时刻到了 忽然间 听见法场外面一阵圈蛙 羽民成都问了 出了什么事 冰丁是稳报说 法场外面来了一群穷虎百姓和乞与 要祭奠中校王 各位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上次我们说过 月王杨素奉旨监做人寿工 害死了几万人 有一个叫做穷老皇室的民工逃跑出来 就被中校王五建章救了 这位老王爷平时待人宽厚 祭困扶毅就慷慨好施 好像穷老皇室那样受过王爷恩典的人 就很多很多了 凡是上门求乞的乞衣 就没有叫兇手离开 逢年过节 还要加倍周济 饥荒的年时 老王爷又施足施弱 总之中校王在长安城内的名声 就极之好 那听说中校王在金殿痛骂分军阳广 就要满门抄斩 那些得过老王爷好处的穷虎百姓 个个都哭 人人都心如刀割 那个穷老皇室就想了 老王爷为国为民 竟然含冤受屈问斩 明天 无论如何都要发场祭殿他才好 于是他就叫了各街各方那些穷老仔的头头 去到五龙门外一间烂庙商量这件事 他就叫了二十几人来 有乞衣 有苦力 有卖母的 有卖瓜菜的等等的小贩 那穷老皇室就对大家说了 各位 大家都知道了 后日一早 中校王全家一百三十六口就要问斩了 老王爷忠心报国 我爱惜百姓的 他老人家对我们国人的好处就不用说了 现在他家里遇到这么大的劫难 你们就说了 我们要怎么做才对 那么有个白头老翁说了 哎呀那还要说吗 说什么我们都要去发场祭殿一下老王爷一家才是 那是什么 有人就说了 我们穷得连几点钱都禁不出的 那拿什么来制电呢 那我们没钱嘛 容易而已 明天大家就分头去乞吧 去饭馆乞饭菜 去酒店乞酒 去衣纸店乞纸钱 乞的时候 我们就说明说白 这些是为了祭殿中校黄庸的 那人家不会不给的 你们说是不是呀 大家一听 觉得白头老翁这条街好 就决定就这样做了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 请下回分解